行走中原,感受厚重河南 今天我们来看一座大跃进时期建造的桥梁 这座桥位于河南省登峰市的后河村 桥的名字叫当阳桥 建于1960年的3月 桥长28米 高8米,宽4米 由五个大小相同的拱旋组成 当年建造这座桥 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山洪 能看到现在桥下的河道 已经被清理干净了 在那个年代 建造的很多工程 都留有当时非常宣明的标语 这个桥上也不例外 一会儿我们挨个的看一下 在桥的上面 有过道可以通车 两侧 有砖器女儿墙 墙沿 也有简单的装饰 这正中央 是一颗硕大的五角星 五角星下面 谁有桥的名字 当阳桥 三个大字上面 有小字 金庄人民公社 也就是当时 金庄人民公社 建造的这座桥 下边 有小字 建造年月 1960年3月 再往下有四个字 锦绣山河 竖着的两牌子 右边的写的是 共产党统治自然 左边写的是 全人类 驯服 洪流 都是豪言壮语 当时很流行 改造自然 占天斗地 这拱旋 开得很标准 很有很有美感 这是中间的桥墩 下方 用的是石头 打的桥机 上面呢 都是用砖砌的 我们站在桥下 感受一下 这桥下 硬凉硬凉的 而且带有回声 我们 走到桥的上游 看这一遍 这边 上面的字 就比较少 就中间一块 写的是 总路线 之硕果 所谓的总路线 就是 鼓足干劲 力争上游 多快 豪省的 建设社会主义 这也算是当时 总路线的一个非常不错的成果了 一直用到现在 当时工程的质量真是没得说 太结实了 那行 这个当阳桥 我们就 录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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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